自从内地跟香港通关消息出来之后 最近看到很多香港药房陆续开业 无论在哪一区总有一间在附近 而且生意看起来还不错 你又有没有想过开一间药房做老板呢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三个开药房的小地方 看之前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哦 想开店做生意最快想到的当然是地点 但选择店铺之前首先要想清楚 你的目标客户群定位 简单来说可以分为水货客 游客以及民居客 针对不同的客人开店的地点也有所不同 如果你想做的是水货客的生意 当然要选择交通方便又进关口的地区开店 比如说上水 屯门 圆朗等等 水货客通常要买的货品品种种类比较多 货量也比较大 选择店铺的时候要留意除货的空间 可以找一间有阁楼的店铺 那就可以有更多地方存货啦 如果想做的是游客生意 那药房就要开在人流最旺的游客购物区 比如说尖沙嘴 游麻地以及旺角 位置要方便 门面要长眼 店铺面积越大越好 让游客进去有空间可以购物 店铺面积超过1000尺就很合适 另外 宽阔耀眼的铺面也很重要 因为游客在远处一眼就可以看到 更容易招揽生意 建议铺面宽大约20尺以上 而单铺铺更可以吸引两条街的人流 而你想做的是民居客生意的话 当然要选择住宅比较多的民生小区 又或是屋原地铺以及商场 地点都是选择人流旺以及位置方便的店铺 居民一般要讲求货品种类要比较接地气一点 流量也没有那么大 不需要太多的存货 店铺面积不需要很大 300到500尺左右就已经足够 早如选择在商场的话 最好也选择邻近商场出入口 那就是人流必经之处 市面上经常听到很多对药房的不同叫法 包括药行 药庄 药店 药业 药房等等 但其实有RX注册药房的标志 里面是要有住店的当值药剂师才可以叫做药房 药房跟药行的分别就是药房 要有注册药剂师当值监督之下 才可以配发医生处方药物 以及一些药剂师专售的药物 而药行等就只可以贩卖普通的伤风感冒药等的成药 由于药房可以提供更多的服务 所以店铺的布局要求会更严格 包括店铺要有一个配药室 让药剂师进行配药工作 以及储存药剂剂品 配药室要有固定的供水设施 电闭桑以及售管剂药物储存柜 所以找店铺的时候需要预留空间 拖住一部分做配药室 以及留意有没有进出水口 可以安装死守盘 这样才可以申请到药房的牌照 如果有困难 就可以考虑比较容易申请的药行牌照 大家想在香港开药房之前 记得留意这三个小秘方 以及盘算一下预算 如果想了解多一点 可以留言 又或者是私讯跟我们联系 今天就讲到这里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